主料,黄油80克,低筋粉160克,糖粉90克,巧克力65克,辅量,蛋黄一个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黄油冲凉好放到一边慢慢软化,到手指能出动的时候就好了,糖粉冲凉好,我的有点瘦潮浪,大块的用手也碎,倒进黄油里面,低筋粉过筛一下, 放到一边,那套巧克力也准备好,我觉得样子很蒙,拍了一张,手动打蛋器开始打发黄油,颜色稍微浅一点的时候,加入打好的蛋黄,分次加进去小心油水分离,继续打发黄油,稍微费一点力气,打好的黄油引起颜色变浅,感觉很蓬松,把低筋面粉倒进去,用刮刀上下拌均匀,开始可能会比较 慢慢就好了,然后撒进去那烤巧克力,抓成团,做成圆饼,按到垫了锡纸的烤盘上面,上下火,先中下层烤十分钟,上火下火都是一百七十度,然后放到上层五分钟上颜色,上火就一百八十度,记得开启热风,最开始会慢慢膨胀起来,膨胀到这样的时候,就可以转到上层去了, 烹饭技巧,巧克力都最好选用耐烤的,因为巧克力35度以上会软化,一般的巧克力会在烤箱里面化掉就不好看了,实在没有就把一般的大块巧克力揭晓,味道倒是不影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